台南环境保护联盟等环团今天召开记者会 针对行政院有意利用前瞻计划预算 在郑文西、伊丰宴新建工业饮水装馆到南科提出抗议 形势持举可能造成郑文西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解编 财团将能大局开发造成大量污染 呼吁赖清德务图利财团成为解编水源区的杀手 强救伊丰宴 保护水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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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团表示目前玉丰宴已经有一条专管提供民生级工业使用 根本没有必要吝啬工业专管 一旦专管进入就会使得保护区法规松绑 财团大局开发污染源也会跟着进入 一旦解编 就是整个法规就会松绑 污染性的工厂还有养猪 还有废弃物就会进去 要以往水库的目的是要松绑 就是要同一问住这些来算数来开发 武党级台南市长参选人许中信今天也出席表示反对解编 对此水利局长彭少博表示 设置工业用水装管与水质水量保护区解编两者并无直接关联 中央都完全都有配套 它还是自来水的系统的一环 它还是手自来水法的管制 那国土计划也会对上游的这个部分 它的土地的这些的利用 什么开发的行为 也会有严格的这些的规范 彭少博说 有一支来水公司目前将民生工业用水 两股水混在一起处理 未来会希望两者分开 一方面提供市民干净的水源 另一方面有助于整体供水稳定 未来是否解编 还要看中央国土计划法 但强调相关法律规范健全 不会有污染的疑律 记者都知道才能拆分不倒